我们开机 我们用这个瓶子进行演示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面板 磁湿重量就是一个称重 假设称一下这个瓶子有多重 就是0.205千克 就是205克 你拿走它就是0 它就是一个电子秤的重量显示 第二行就是你要关装的量 假设我们要在这个瓶装500克 也就是0.5千克 怎样设置呢 就是点一下设定 输入0.5 再点一下设定 就设置好了 第三行是技术计 这不是我们要设置的 就是你每罐中一瓶 它会自动加一 第四行是触发值 你首先称一下自己的瓶子有多重 我们的瓶子是0.205克 我们就可以把触发值设置的 比瓶子稍轻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 180或者19 就是点触发 输入0.19 这样再点触发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全部设置完了 首先我介绍一下手动模式如何使用 首先手动模式是放上瓶子 它显示瓶重 我们需要除皮 点一下剧皮 然后点启动 就会进行换装 接近500会降速 达到500会停止 最终会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效果 这就是手动模式 然后第二瓶的话 你一时放上瓶子 然后点启动就可以了 每罐中一瓶 这个技术器会自动加一 这一次就会变成二 停了以后变成二 然后我介绍一下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就是 首先重量如果不是零 按一下去皮 然后变成零 点一下自动 就变成了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下 我们只需要把瓶子放上去 它就会自动感应 感应了之后 就会自动除皮 然后启动 我们把瓶子放上 看好 自动除皮 然后启动 达到500 加速 然后停 第三瓶 然后还是第四瓶 往上一放 就自动启动了 达到500 非常精准 自动模式是非常的 智能 简洁的 非常的人性化的一个 同样是非常的精准 然后我再来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功能 M1 M2 M3 M4呢 就有可以存储这个常用观装量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把M1里边存一个 0.2千克 0.2千克 点储存 输入0.2 再点M1 M1就存了一个0.2 我们在M2里边 存一个0.3 点储存 输入0.3 点M2 M2里就存了个0.3 在M3里边可以存个0.5 点储存 输入0.5 再点M3 M3就存了0.5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调用呢 就可以一键调用 我们需要0.2的时候 点M1 罐装重量 直接就变成0.2 我们放上瓶子 它就会装一个0.2的出来 看了 正好0.2千克 就是200克 0.2的口头线 非常的精准 然后假设我们要装0.3 按一下M2 就变成了0.3 然后一放 就会装一个0.3出来 看 300克的刻度线 0.3千克的刻度线 非常的精准 假设我们需要 0.4 点 就是0.5 点下M3 就变成了0.5 刚才我们存的是0.5 然后平方上一放 它就按到0.5 500克在这 大家看 最终 500克 500克 非常的精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给我们看 的观看